歡迎收看主持在 字幕政策 主持者的全財ス이라는 請教訪 同彩是一三五七八五隻戶村勞聯來購買 教主這一場的心碎 就是拿一號的輝煌心做膽 配角是二號的永童歡欣 跟著就是四號的美影楊妃 七號的英明勇將和八號的神希飛馬 所以教主第九場的心碎 就是拿六號的資本家做膽 配角是一號共創繽紛 三號紅運飛鷹 五號開心人生和九號獸神 三四重彩是一三五六九五隻戶村勞聯來購買 現在已經是月頭了 旭敏射馬已經開賣 月費五百元 現在還可以經PayV付錢 記住早買早享受 旭敏財團見面 今天就是二月四號 不是二月十二號 然後就是年初一 還有個多星期就是丁丑年 言法來說立春之後已經是新的一年了 昨天立春,應該是昨天 是昨天 是昨天 立春之後已經是丁丑年 丁丑其實都是大家來事的 幾海事變 庚子就暴政,丁丑就結帳 最好就是作惡的人結帳 那找數的意思就是通俗些說 你要還的,出德里亞就預了要還 但香港人是受勒逼的,為何要找數呢 現在就是要香港人炒數呢 一個國安法出來之後去年 七月,你說抓了幾多人 製造了幾多赤色恐怖 發揮了幾大的震懾作用 令到雞飛狗走 人心惶惶 你講來講去就是那句 法治,你不犯法就沒事了,不用怕了 但你那是惡法來的,大哥 一個國安法你都研究 林鄭月娥今天在一個臨立會2.0 那個所謂答問大會裡面 在沒有反對派之下 揚揚自得,首揮目送 語無倫次,政府就會制定幾條新的法例 那些什麼法例呢 第一,就是要收集你區議會 要搞政治整宿 過去區議會就不用去宣誓就職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不需要說這些東西的 現在就要,因為他說區議員 公職人員,既然我的公職人員要宣誓 那個要宣誓在104條那裡 是沒有包括這些所謂區議員的 要這樣做,司馬超之心 就露人街見,這個就是一個政治整宿 前年那個選舉裡面 見到這樣發光了已經是 幾乎是三分之二的這個區議會議席 在非建制派的手上 現在就在那裡 看看你那些人的言行表現 你現在這班區議員 那到你 下一屆去參選爭取連入的時候 那他就搞你了 OK 其實不用等話你去宣誓 一定要修改法例區議員要宣誓 他就很簡單 選舉事務主任去DQ你參選選 就收拾你的區議會 就是要搞政治整宿 那又講得很好聽 因為這個立法就是要定名那些 要求公職人員宣誓 但是他今天那個講法就是 這個研究之後 就認為區議員都是屬於公職人員 那個才是一個重點 就不是說我現在要立法定名公職人員宣誓 而是重點是區議員 因為他說研究過之後 因為你區議員是屬於公職人員 你怎麼知道你計算這麼多三百多元人工 你這個街 公職人員 那他們有沒有另外一份工作呢 有的 他說會在修例裡面 就落實這個區議員 需要宣誓的要求和相關的安排 現在那個法例草擬在最後間鑽 其實一早就要做 一早已經是去年 去年已經在做的了 在這個政司的法律草擬科 已經在做的 已經在做法例的 那個法例草案出來之後 就拿去立法會手讀二讀 那那個立法會是什麼立法會 那不是議會來的 那個是中共委任的臨立會來的 是不是 那在審議這些這麼敏感的法例的時候 喂 以前有反對派 你都可能抗日持久 是不是 有時間搞 現在沒有 都是過的 就算你有民主派在這裡 議會 他要過都是過的 但是 起碼就可以拖一下 是不是 引起社會討論 現在不用的 快到不得了可以 是不是 那你要立這套法 司馬超之心 路人皆見 好了 除了這個之外 最好笑就說 禁止起底 要將起底 列為這個刑事罪行 私隱專員 都認為是有問題的 起底是 什麼叫起底先 起底這個 term 怎麼可以做法律的條 喂 喂 那個是一個俗語來的嘛 你起我底下 查我家宅 那叫起底 起了你那個 如果不是事實的 那個不是抹黑 那個不是誹謗 等於這些人說 不收共產 那一次拿不拿到共產 拿不拿到證據出來 一邊一邊說 貪口爽 以為是很過癮 是不是 我可以告你誹謗的 是不是 但是 你起底就是說 你住哪裏 你有多少個老婆 如果是事實的 你是公眾人物的 或者你是政府的 為何不起底 有權知的我們 不過他是查找真相 你了 起底刑事罪行 就是傻了 那這是什麼社會 香港原本是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 是吧 即使在法律上面 是吧 沒有辦法完全一百分之一百 保障這個言論自由 和資訊流通自由 但是至少相對的自由有什麼 記者採訪新聞的時候 喂 你政府 你沒有盡這個所謂 Application to reform 你沒有盡告知的義務的時候 那我在可能的範圍裡面 我查找真相 包括我查車牌 查公書註冊處 查婚姻註冊處 是吧 重婚是什麼 喂 你了嗎 你以前娶過哪個老婆 有這些記錄 喂 我是為了做新聞 針對那件新聞的 你有沒有說豁免 又不就這個傳媒查冊的問題 是吧 他給一些指引 是吧 你不是 反過來我就是立法 連這些傳媒都不能查冊 查冊就是起底 他屌你了 是不是很過分 你告訴我 以後怎麼做新聞 啊 以後怎麼做新聞啊 喂 你林鄭月娥還要在那個 林立會說 她說 這個私隱專員說起底 就是把個人資料沒有氣化 為什麼 誰可以把個人資料沒有氣化呢 如果你那件事不是真的 是吧 當然你普通小市民 他有個人的私隱 那你可以有私隱 資源公署那裡投訴 是吧 有法例的 是吧 那你作為公眾人物 是吧 你好像譚耀宗 那個兒子 是吧 還有那個媳婦 澳洲人 入籍席了澳洲 跟著現在還搞移民公司 如果通過這條法律之後 起底刑事化 那你蘋果日報報道譚耀宗 兒子跟媳婦 有這個澳洲國籍 還有這個移民公司 那你犯了刑事罪行 有多少恐怖 你告訴我 哪有這樣的啊 他又說去年 不是去年 自從2019年 六月開始 就已經有1400多宗涉嫌違反私隱條例的個案 交給警方做現實調查 考慮作出檢控 要你想要是私隱專員工做私隱條例那些 為何會拿去給警方調查呢 是吧 很奇怪 律政司就檢控了 私隱專員工給他資料 你以為可以檢控就檢控了 是吧 違反這個私隱條例而已嘛 私隱條例很多未必是刑事罪來的嘛 對不對 你這樣就離開了 題 又被警察去查 已經不准起警察底了 對不對 很簡單 你現在很多所有的網頁 那些機構的網頁 政府部門的網頁 你都有一些人名啊 年齡啊 那些 我是不是上這些網都不行呢 嗯 你說法庭出了禁制令 那就不同了 雖然我們都很久反感 是吧 那他法庭出的嘛 那你違反這個禁制令 是吧 就是禁止你起那些差佬底 是吧 你違反了禁令 那就捉這個犯法啦 那就無計啦 是吧 因為那個是法庭的禁制令嘛 喂你現在要去立法了 你將什麼所謂起底 視為刑事罪行 而這個起底很多時候在網上那些 假如他是亂說那些 是不是 根本現在現時的法例 你都可以告他的嘛 根本是 如果法庭審的那件案 你在那裡說的話 那你就防止法公正又可以 是不是 秒事法庭又可以 是不是 有些誹謗 誹謗都有刑事誹謗的 是不是 他要告的嘛 那為什麼要把這個所謂起底 起底是什麼意思 我查找真相而已嘛 喂那些小貓啊 狗你起底幹什麼 我屌你了 有沒有一個所謂 現在那些立法會議員 會搏勾他呢 用我這些說法一個都沒有 那些反對派 那些反對派 如果還在那裡還沒死的話 那怎麼都有三兩個說話 是不是 那有沒有見鄭松泰說話 這個傻子 是不是 沒有 沒有反對派 這樣 是不是 我剛才說的那些 是我們那些作為傳媒的憂慮 是不是 所以記協今天都出了個聲明 他說你政府有沒有進一步交代傳媒查冊的安排 令人會憂慮呢 借這個打擊起底為名 限制合法採訪工作 真的覺得很溫柔 你快點死吧 你真是 你強烈抗議的嘛 大佬 這些措辭 你是不是死了 你告訴我 楊健興你做什麼 你告訴我 眾新聞的頭 記者主席 你想怎樣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你跟那些李月華 劉慧卿也做過記者主席 李月華 劉慧卿 黃國華 甚至殷申講 都做過那個記者主席 這個記者主席 你兩位真是 打火鍋和打屁股 真是 講講 我當年還很多年 幫這個記協籌款 你們兩位真是 你一想起就嘔吐了 每年記協那個球 我們都沒有份去吃飯的 他說我們不會請的 我們是被煤氣公司包一圍 哪個包一圍 就由他們請你做嘉賓 請你去吃飯 他不肯請你 我沒理我 我請你 這樣講話 他不敢公開這樣講 但他思考他這樣講話 我說我糟了你 我們籌你了 這麼多錢 炮頭露面 他吃一頓飯也沒有 是不是很可笑 他不是貪你那頓飯 是很白癡的 那你真是告訴人 你又要做記協 是不是 你又去吃飯 你又說我糟了 監案 社會監察政府 跟著你去請政府 你最大顆去記協的波 跟著就要找些有錢 或者大的機構 商業機構 去用很多錢去賣桌 每年籌的錢 用來買那個記協的會址 你明白嗎 用來給你做事 當然因為你記協 所以那些煤氣公司 中電 國泰當然要給面 包桌 叫你幾皮一張桌 你也是記協會員做過以前 很久了 很久了 後來不做了 做了十幾年了 做了十幾年記協 廢了這個記協 廢了 思無忌憚 林鄭加緊定立惡法 休息一會